所以如果是用那個VBA來做表彈 我是覺得功能上面還蠻簡 就是操作上並不會太複雜 但是可以做到的效果其實還蠻明顯的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輸入之後按個Enter 本來是要Enter一下它跳到這邊 再Enter一下它才確定輸入 那你現在的話 因為我加了一個那個 當那個Key被按下去 就有一個KeyDown的事件 KeyDown是一個事件 事件的話就是這個Event 一般其實設計的時候會有一個 事件驅動的概念 那當我按下這個動作 但是我要判斷說不是按這個按鍵 都會去觸發 而是只有按下當它是ASCII Code 就內碼表是Enter的時候 Enter是13 那如果你對那個ASCII Code 內碼表不熟的話 其實你就關鍵字打那個ASCII I這個關鍵字 那以前計算力概論裡面都有 其實就是ASCII 那那個維基百科裡面都有 我想 至於它是什麼東西 自己看一下就好 其中一概論以前都講過 可能你也忘了 忘了差不多 那裡面有內碼表 基本上13 它基本上的話其實值得就是那個換行 那當然其他的話一般會配合10 10加13 不過目前在我們那個VBA裡面它是13 這個當成是Enter鍵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那當然剛開始我也不確定 好像10也可能是13 所以怎麼辦 我也是設中斷點 然後停一下看一下 它Enter之後的話 有沒有 我是不是Key Code是多少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如果不確定 那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一個if有沒有Key Code 如果我不確定是不是13 那我一樣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就是設一個中斷點 跟早上那個一樣 然後再去執行它 不過執行我待會講這個啟動 比如說輸入 但是你中斷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輸入任何一個6 好了 它也會停 為什麼 因為只要有Key 輸入一個字的時候 它就會去追蹤到 因為它這個Casebox裡面 它被Key Down按下去了 然後它會透過什麼呢 這個叫ByValue ByValue就是丟尺告訴你 那個Key Code是多少 229 也就是說按下6的話 它就是229 OK 然後再來的話 是不是等於13 不是 所以它就跳過 那這邊的話按A58 讓它跳過 然後再來它就繼續輸入 那輸入 它只能沒有過 我看到它直接全部跑過 OK 好 65 好了 它全部跑過 跑過之後的話 按Enter 這個時候按Enter之後的話 那我確定一下 它是不是 S3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執行這個Button的按 這個事件 所以執行 然後它就跳到上面 那也就是這個 特別是這個 哪一個東西 Click它本身就是一個Sub 所以你也可以去直接呼叫它 直接呼叫它 它就怎麼樣 幫我把剛剛的事情 全部做過一遍 OK 那就幫我帶資料過來 所以這個是 早上有提過的 如果說 所以這個地方 假如你要能夠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按Enter 它就自動執行這個按鈕事件的話 關鍵就是在這裡 KeyDown 特別是這個地方事件 而且這個我也是找了很多 Google半天也是沒有答案 不信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如何在VPA裡面 把那個Enter鍵 變成那個執行某一段程序 似乎找不到 那這個是我自己這樣 慢慢try出來的 OK 所以你們可以找找看 如果更好的答案也可以 那另外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Enter 不過這個Enter 我試過 跟那個不一樣 不信的話你也可以試試看 有很多東西 我講過很多東西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而且可能也沒有答案 那如果你要做出那個效果 你要必須要自己找答案 或者是自己試出來 而且程式員裡面蠻多都是這樣子 OK 那我只是說 那我只是說 有的時候 比較 樂於分享 我覺得 如果這東西 你還沒有真的相 就是你的經驗不夠的話 如果真的你怎麼會知道這樣做 OK 因為我跟那個 這個VBA認識也非常久了 跟他認識也二十幾年了吧 OK 所以基本上應該他有什麼 大概都蠻清楚的 OK 好 那下來的話 其他還有這些相關的事件 如果你們對於這些 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查查看 但是跟各位講 不見得說 這邊全部都會被用到 所以你沒事 你也不需要說 每一個每一個巨星迷都要 把每一個都學會 你才可以開始寫程式 不是喔 很多其實都是 需要的時候再去查 查的時候再來用就好了 OK 不然的話你可能永遠都學不完 比如說就像什麼呢 就像那個什麼 Testbox這個 你知道 你把它點下去 它又一堆清單 啊這麼多東西啊 說真的 你想說哇 這裡面這麼多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它不是 每一個都要知道 當你需要的時候呢 你再去 怎麼樣 去看 再去學就OK啦 因為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要修改 你要取得裡面的資料 我們剛剛講說TEST TEST 你可以打一個TEST 那如果說你今天 打錯了 OK 如果說你要做其他的那個 比如說你要取得什麼呢 這個裡面的字的長度的話 你可以用TEST LEG 你裡面的話 它會回傳什麼 裡面有幾個字告訴你 或者對齊方式啦 等等的 這些我想會用到再說 OK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最後的話呢 可能就是 如果最後沒有這個按鈕 那你沒辦法把它啟動 如果你要啟動它的話 剛剛是什麼 必須要透過這邊 然後按執行 這樣才可以 可是問題來了 你總不可能說你以後 有一個東西 比如人要讓人家輸入的時候 那你不可能說 那你不可能說 你清理到VidoBasic裡面 看到表單自己執行起來 那不可能啊 你一定要怎麼樣 有一個可以讓它按一下某個按鈕的時候 把這個表單讓它跳出來 不然呢 它沒有辦法自己把這個程式跳出來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建一個按鈕 叫啟動表單 把它叫出來 那怎麼樣 能夠寫這個對應的程式 其實這個對應的程式只有一行 就是它 它我這邊叫user form2 然後呢 如果要把它叫出來 就點show就可以了 所以寫的方法 一 先開啟那個VidoBasic 二的話呢 記得喔 把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模組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什麼 我這邊先把它刪掉 比如說我這邊 要建一個什麼 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有不要放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啟動表單 的一個sub 那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啟動哪一個 啟動user form2 的這一個表單 那你就輸入它的名稱 它的名稱叫user form2 ok 那我要把它啟動起來的話 叫點有沒有 點show就可以了 打一個show ok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被啟動 那我最後的話呢 我再把這個啟動表單 建立一個按鈕給它 那它就啟動 那當然相對的 那個user form2指的是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關起來的話 就點什麼 裡面一個什麼 點high有沒有 ok 一個show一個high嘛 所以以後呢 假如說你也會有一個 很多功能的一個主表單 對不對 那你上面很多按鈕 你可以講 按一下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跳出來 那主表單就high 就隱藏起來 可以啊 然後再按下去 它就主表單又打開 然後那個表單又關閉 你可以用show跟high搭配 那就可以做到 切換表單的這個視覺效果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需要一個show 所以我就在這邊 打一個show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 這樣來的話呢 就再增加一個按鈕 插入一個什麼 一樣表單控制這樣按鈕 拉一下 ok 然後呢 把名稱叫做啟動表單 那我就把這個名稱選取之後 上面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ok 那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 這邊要打上啟動表單 那我剛剛複製之後 我就貼這樣比較快 ok 不然的話 它其實應該要設計就是 你點了它自動名稱過去 可是它沒有 沒有的話 變成你要自己做這件事情 不然你就要自己打字了 好 按一下它啟動表單就出來了 ok 大概就這樣子 啟動表單 ok 不過 因為我同學說 老師那可是每一次 你都 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不要按按鈕 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當這個工作 就是這裡是有打開的時候 乾脆就自己幫我跳出來就好 因為 反正我那個表單 一定要跳出來的 那我不用再按一下 那要怎麼做 其實最後補充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不要按按鈕 就自動跳出來的話 你可以找到一個物件 叫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指的就是這個工作簿 這個工作簿點兩下 找到workbook這個工作簿的物件 當它怎麼樣呢 事件就open 工作不open 那不就是等同事的嗎 這個 Excel檔案被打開的時候 那我就怎麼樣 把那個表單順便叫出來 那我就怎麼樣 打那個user form 點show就可以了 user form2 點 點一定要出現 不然表示那個名稱不存在 好 這樣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怎樣 把它儲存 儲存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們等一下如果儲存的時候 他應該問你 我把它瀏覽一下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名稱也許不改好了 叫活業部一 那請特別注意喔 你儲存的時候請你改喔 千萬不要儲存成活業部喔 對 因為如果你存成活業部的話 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VBA聚集都會消失 所以特別注意喔 千萬記得喔 不要存錯檔 不然你剛剛的東西 包含那個錶單那些東西 都會全部不見喔 所以記得把它改成啟用 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把它關閉喔 那如果我再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怎麼樣 當那個workbook 就工作部 其實這座工作部 open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就會執行那個user form2.show ok喔 這時候打開 他就自動執行喔 不過你會發現奇怪為什麼沒有執行喔 因為喔 他會警告 只要你裡面有VBA的話 他一定要怎樣 按一下啟用內容 否則沒有辦法執行裡面的VBA喔 在這邊啟用內容 打開了OK 就自動執行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早上的部分完成之後 做兩個啟動 一個是 表單啟動 就按下它啟動 一個是呢 在那個VBA裡面的 這個workbook 裡面的workbook就是 這個工作部 當它被open的時候 把它秀一下 並且儲存成那個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喔 並且關閉試試看喔 但是特別注意 因為呢 這個聚集是有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早期 曾經有一段時間 會有很多的那個聚集病毒 那擔心就是那個聚集病毒氾濫喔 所以 後來喔 就是加了一個安全性設定 那以前的話 曾經喔 各位呢 不過很早以前 大概差不多 應該至少有個十幾年前吧 曾經有一段時間 那個聚集病毒非常氾濫 也就是你打開 word也是有powerpoint 它有中毒的話 它就噴噴噴噴噴一直開 或者是說跟你玩遊戲之類的 然後它最後如果你輸了之後的話 你的電腦就死當了 因為它把所有的記憶體都耗盡 你也關關不掉 OK 所以後來微軟才想這個辦法 就是針對那個聚集 再加一個安全性的控制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喔